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hanks to my diagnosis 喜欢厨师 工作的人 真心眼睛 在你的思想意义上 你实现也不是眼睛 第一个角落 第一个感官来感受之遍 那么你喜欢了你就能不能解除 你不喜欢 你就最好 就不要解除这个 因為這個要付出的能力和欣賞是很大的 我去年我是到的舊金山 前年是到芝加哥 到舊金山是對桂家領套的東西 第二次是屬於城堡和舊金山 每城市友好的美食文化展 大師的菜加上的味 我叫王林菜 他們是在宮保基金山拿餐 他實在也是拿船材 很早就有了 清朝末期就有在找 芝菇家的船生下來 他的養育就是喧嚣 他就是要直攻擊 等於他就吃得很嫩 有嫩然後有鮮味 大量的都是 是以為是雞腿肉 為什麼雞腿肉是活動的 雞腿肉肉要失敗一些 它的口感在心臂之下要差一些 骨頭提了把它摘成冰 咸咸醬 咸醬 咸醬是蒸水 然後有一點鹽 然後再煩乳刀粉 雞腿肉 雞腿肉 雞腿肉都激活 如果混慢了 它的能力就高 油溫必須要達成一倍巴士的意思 所以下節來就需要許多藥 我們現在我們川菜保留的它的衛星 就是當初官方他們的廚師做的這個衛星 它有些民間成功 但是從我們韓民間來說 實際上它就是粒子 小粒子 那麼它就採用了乾海椒和花椒 它的香味就是它的芙辣 乾海椒和花椒的味道 它就是用了碳和花椒來調的味道 因為為什麼我們試算一個叫調子 調碗子 我們調到碗裡頭 最後然後噴尺下去 你這個也不得麵花了 你要先上一下這個葉 到底漢還是不快 一個白糖下子也是 天都不一樣 還有低糖 最好的辯別方式就是清口上一上 我扣好多鹽 扣好多糖 扣好多醋 小粒子味 大口就不能吃到酸味和甜味 那麼小粒子味大口是吃到海洋鮮味 最後再會甜會酸 這個就成為小粒子 這個預先聞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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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成為調和味 東西還是都是一樣 一樣的糖醋料酒 區別就是它的主材料不一樣 它是雞 然後還有就是用的海椒不一樣 它是乾辣椒 魚香味它是用的是大辣椒 起鍋的時候 就是啥事都好了 然後火都關了你才加花 然後換上這個起鍋改口的作用 一個酥嘛 香嘛 整個吃鍋它這個感覺就是 大口就吃得微辣寒鮮 然後有的會甜會酸 這種感覺就很舒服 家父人家能做好的 當然如果就是分量不要太多了 因為你必定無頭的火氣 只有那麼大 再過來就是 還是我家一家 下一個碗把所有的味調好 調好過後用筷子烤出來 先上一下 你覺得那個口感醒了 就醒 你覺得那個口感哪樣淡了 你再加一點下去 最後你把這個炒好過後 然後你倒下去 馬上你炒幾川去起鍋 這個就是說 小夫人家比較好整我一點